新北市三重台一高架桥上个月二十后发生连接车翻覆 载运的刚柱掉落 砸破护栏的意外 导致上班尖峰时段的双北陷入交通大乱 原本评估是需要两个月的修复时间 不过经过公务局日夜赶工抢修之下 昨天新北市长侯友宜视察之后 宣布提前到今天清晨六点恢复全线通车 侯友宜在脸书上感谢施工人员的辛劳 这一起事故原因根据警方的调查是连接车抽载 也没有绑妥 导致刚柱掉落 当时下方有两辆轿车被压毁 索性没有人员受伤 而桥面在今天六点恢复通车 不过事故路段下方的平面道路还是持续封闭当中 要进行支撑架拆除还有道路铺面修复的工作 预估15日才能够恢复通车 此时内人员受伤的同时有任何物购乱 也计同时有任何物购乱 不错 感谢观看